原标题,赌王尸骨为寒儿子救出轨,与二十岁大学生拼生子,抱女方专挑富二代赌王葬礼虽已结束,但赌王至今仍未下葬,还不能算是入土未安,按常理赌王加上下都应该再为赌王守丧,这个棋。 肩不止要穿丧服更主要的是要减少寻欢作乐的次数,安分手挤才对。可赌王三房的儿子何尤骨,却公开出鬼心欢,对方还是个专门吊金闺序的老手,这样的新闻爆出让人不得不替赌王兴。 韩,何尤鸡之前一直被港媒评价是低调不张扬个性,他和太太CCC低调到生女后才被外界发现居然已经结婚了,点CC也是一口气为他添了两个女儿,算是一家四口很幸福的。可就是这么。 一位低调的富豪男,近期却被港媒拍到公开牵手一位妙邻女子,这名女子在赌王葬礼后的第一天,十一日,就已经被港媒拍到过。 从当时的照看,该名女子面容搅好,身材纤细,长发飘飘气至上。 家,两人一起逛商场,逛完之后大大方方的食指紧扣走出了商场。 展开全文而二十四日,两人同框的画面在被媒体拍到。 何有其贴心到全程推购物车,提购物袋,刷卡买单,期间还时不时的跟妙邻。 女子儿语交流一番,一副年逆离不开的样子。 该名妙邻女孩的身材也是凹凸有致,双腿白稀休长,手臂上毫无坠肉,却依旧风雨有雨,妥妥的美女一眉。 两人在商场购物的种类很多,还购买了序。 多日用品,疑似有同居的嫌疑,随后两人还和朋友一起去唱了卡拉OK,何有其跟该名女子身体距离几乎未零,毫不惧怕被媒体拍到,似乎已婚人士的标签已经被何有其自己撕掉了一般。 港 梅称,两人最后返回了同一个公寓,而何有其更是知道该住处的密码,同居嫌疑大增。 这些画面几乎可以实锤了赌王三房儿子和有起婚内出轨仪式,且还是在自己父亲的丧旗之内做出的行为,时。 再不妥,难道穿着黑色桑服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寻欢作乐?不知一项对子女要求较严的三太太会做何感想?赌王家的颜面似乎不太好看。这名女子的身份随后也被挖到,女子名叫Alice Chew。 NGB何有其小九岁今年才满二十岁,还在英国学习尚未毕业,因为疫情原因反港休息。Alice Chew可不是偶然跟何有其有关联的,她是个一心掉金归序的精明女子,在富二代的。 圈子里非常活跃,一门心思的想要挤进豪门。 虽然之前也有报道称,三房太太对何有其老婆太过平常的身份不是太满意,可仍旧没能阻挡何有其跟SheShe的婚事,两人已经育有了两个女儿,大。 女儿还被三房太太接到大宅共享天伦之乐。看到三太太对孩子的喜欢,外界还以为这次SheShe总算苦劲竿来了。可没想到,也许SheShe会成为赌王家地点一个被遗弃的儿媳妇。 SheShe虽然出身普通,上海姑娘一眉,但爹该颜值颇高,身材也超好,不输一线明显。 且夫妻两人也算是一同走过了艰难的时期,从不被家人认可到如今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。不知道为何,何有其会。 在父亲丧其时如此不顾外界非议,执意与妙邻女子公开牵手逛街,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抹黑了赌王身后的颜面,希望何有其能尽快给家人一个交代,给爹该一个解释。 婚姻不易,豪门少爷也不。 能太过随意才好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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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